健康 科普 动漫 听见一看 深毒菌 全身起疙瘩 起养无比 怀疑是寻马疹 要做啥检查 听说生物之际能治寻马疹 靠谱吗 深毒菌悬梁刺骨 并毒液毒 终于挖到了爆料 这集就给亲们说说寻马疹查与治 Action 检查篇 有没有寻马疹 医生看看就知道 先看疯团 皮肤上出现发红或苍白的疯团 再看搔痒 疯团伴有搔痒 最后看过程 疯团搔痒症状反复出现 来去迅速 消退后不留痕迹 以上三点全部符合的 基本就是寻马疹了 深毒菌强调 确诊必须得医生来 且不可自行诊断 过敏源检测 想知道自己对啥过敏 敏感程度有多高 不妨做个过敏源检查 最传统的方法就是点刺检查 在手臂上画几个区域 用带确定的过敏物质进行点刺实验 如测试区域出现疯团 红韵 就代表对相应物质过敏了 根据疯团和红韵的状况 还可以判断敏感程度的高低 此外 抽血检测 把可疑致敏物贴在皮肤上 也是检查过敏源的方法哟 治疗篇 寻马诊目前治疗的中心思想是 去除病因 缓解症状相结合 去除病因 想要寻马诊得到控制 首先要搞清楚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寻马诊的发作 如果是过敏源引起的 尽量远离过敏源 如果是药物诱发的 在医生指导下停药或者换药 冷 热 压力 日光或运动等物理因素诱发的寻马诊 要尽量调整 减少刺激 缓解症状 还记得肥肺释放的信号弹吗 它能够召集免疫细胞聚龙 搞出炎症 它也能让血管的通透性增加 引起水肿 招来疯团症状 它还能刺激皮肤神经末梢 搞出骚痒症状 神毒菌做个小实验 开开信号弹一探究竟 信号弹主要由阻岸 前列腺素 细胞因子等多种炎症介质组成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阻岸了 阻岸能舒张血管 增加血管通透性 在整个炎症反应过程中起到了相当罪恶的作用 科学家发现 阻岸必须和阻岸受体结合后 才能发挥作用 于是有了抗阻岸药物 H1受体结抗剂 这货长得和阻岸很像 能抢占阻岸受体 真正的阻岸来了 也没有受体可以结合 炎症就这么被控制住了 蕁麻疹症状也就得到了缓解 代表药物有CT力勤 绿雷他定 阿法斯汀等 糖皮质激素 糖皮质激素具有强大的抗炎作用 他能让免疫细胞冷静下来 暂时停止战争 从而控制炎症 缓解症状 代表药物有波尼松和D-3米松等 奥马猪丹抗 在高IgE水平的环境里 肥肥很容易沾上IgE 从而进入高敏感状态 发射超多信号弹 召集免疫细胞搞事情 弄出寻麻疹 奥马猪丹抗 是一种靶向生物制剂 它能和IgE结合 让IgE没机会去刺激肥肥 让肥肥敏感的IgE大打减少 肥肥也就能够平静地生活了 症状也就自然得到了缓解 说完治疗 寻麻疹专题就要落下帷幕了 深读诗词小彩蛋 走起 疯团骚痒反复来 来去急速不留痕 药想防治寻麻疹 诱发因素要找准 控制症状有良药 具体用法遵医嘱 神奴君留下金句 就此告辞 咱们下个专题见啦 救命